看第二段 方斌有语图 我们看诸节 念老的诸节 方斌有语图 若人 念佛功身 功是功夫 有相当深厚的功夫 一力杂乱之心 专念一句名号 心口相应 字字分明 心不立佛 佛不立心 这个功夫做得到 不是很难 只要你肯放下 所以学佛的人首先 要放下的于人无证 于事无求 你的心就定了 学佛 学慎一些 心不定 决定修道 背的再多 也不行 开经纪上讲 愿解如来真身意 凭什么 大臣叫唱讲 凭真尘心 凭恭敬心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到哪里去找真尘心 恭敬心的人 于人无证 于事无求 到哪里去找这个人 不增不求 心是定的 这真尘心 称出来 好深 好真 好强 都没办法 他心不贫 他没有定功 没有定 这大臣讲 就是没有佛宝 定生福 定生会 所以定 是佛会的基础 是佛会的根源 定要怎么修 一定要知足 我们一天吃一餐 知足了 为什么 很多人 一餐 老不到 我们有一件衣服 这天就知足了 什么都不要求 一切随缘 绝不叛缘 横顺众善 随喜功德 这都是佛菩萨 时时刻刻 叮咛我们 教导我们 我们要懂得 他真实一业 他是为我们好 不是为他了 我们一教奉献 真的立业了 最大的人 请进心 你都快乐 发喜 充满 一点点 就满足了 就欢喜了 只要天天 没有障碍 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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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进 有时间 讲进 给有缘的同学们 分享 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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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快乐